繼續到中午十二點的時間 民生無小事的時間 直播室裏面有傑盈 和柯仔柯創盛在這裡 Hello 柯仔 你好 你好 傑盈 你好 柯創盛 其實你接觸了很多不同的居民 剛剛施政部會公佈了大約一段時間左右 你看他的氣氛怎樣 我見到施政部會公佈之後 其實普羅市民都有點受惠 但最關鍵大家都很緊張 現時香港的經濟狀況 他們告訴我有些不明朗 你自己怎樣看經濟狀況 我其實有點擔心 因為你明白到現在全球影響 經濟都起了一些不同的變化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想我們會找一些專家上來講 我不是太擔心 因為政府有很多不同的經濟推動 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聊天 現在的經濟狀況和接下來的預測會是怎樣 就是恆生銀行首席經濟師薛俊昇 Hello 薛俊昇 你好 你好 歡迎你上來我們的節目 和你聊天 你怎樣看現在的經濟狀況 其實氣氛是不錯的 因為一方面美國已經開始減息 另一方面內地也有些重磅的政策出台 三尼雅斯政報告也有一些經濟刺激的措施 我們看到金融市場已經有個反應 問題是何時傳導到實體經濟上 這裏就要有個時間 我們逐項逐項地說 剛才你提到減息週期已經開始了 其實接下來的星期 就是6日7日美國聯邦儲備局又會再有一次的議息 其實你自己怎樣看當中的結果和預測呢 我們預測11月和12月美國聯儲局都會再減多4分1里 即是說年底之前會再減多半里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的通脹都已經回落了很多 勞工市場也都開始放緩 其實聯儲局也都開始有一個壓力 就是避免高息進一步拖累美國的經濟 所以他們也都會慢慢將息口下調 跟你談談 如果從一個美國經濟的數據 或者近代一些經濟狀況來看 是不是都仍然有個減息機會 特別是他們已經進入了大選方面的直路 怎樣看情況呢 是呀 因為我們看到踏入下半年 其實美國的消費或者投資都放慢了 可能一方面就是高息的續影響 另一方面就是企業都擔心 接下來大選之後的經濟和政治的前景是怎樣 所以其實投資的步伐都似乎放慢了 變成這些原因 再加上通脹下跌 令聯儲局覺得可以開始進入減息週期 希望經濟能夠軟著陸 就不會出現衰退 市晉升 有很多市民都可能會關心 現在香港的經濟仍然有點迷惘 將來海何從好呢 其實作為你專業來說 其實目前的投資環境 可否給我們一些感浪 其實也確實香港的經濟是好像很多迷霧 一方面外圍環境很不明朗 又有地緣政治的因素 又有高息口的因素 又有美國大選之後 對於內地的政策是怎樣都會影響到香港 但同一時間我們都開始見到一些正面的訊號 一方面就是減息 另一方面就是內地也是加碼刺激經濟 變成這裏對於市場也有信心的提震 第三件事就是我們看到香港政府 亦都很跟隨內地的步伐 亦都很多措施配合 剛剛施政報告也有些經濟的方向 變成那個氣氛是好 但是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究竟多快我們才見到實際的成效呢 可能這裏就要給點耐性 因為我們覺得由政策落實到見到成效 其實都始終有些時間 可能要去到明年 那個前景才會明朗些 再加上氣氛和數據才會明顯見得到 就是今年和明年的分別 我覺得你說得挺好 你真的要給點耐性 不是按個按鈕 其實經濟就會好轉 我們一會兒都會和你談談 施政報告方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刺激作用是怎樣的 但是過去一年政府其實推了很多不同的政事 推了很多不同政經濟的情況 你自己看成效是怎樣的 我想成效是有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明顯 大家都見得到或者感受得到 又未必 因為過去一年其實很大的難處 對於政府來說 因為剛才所說過 外圍環境這麼差 其實環境不好的時候 你要額外做一些事情 去推動經濟的難度是大了 但是不做就好過不做 沒錯 但是起碼有一個推動力在這裡 但是我們會看到 如果來年同樣的措施 或者額外再多些的時候 效果會好些 因為好像剛才所說 現在那個大環境 開始慢慢轉 利好回香港 所以如果好像施政報告 或者在今年加速的時候 預算案的措施 能夠再加碼 或者做的力度再大些的時候 相信成效會比去年會好很多 在推動經濟方面 有人說的一件事 就是如何推動都好 其實面對一個情況就是 好看不好吃 其實確實如果以你專業去看 又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就算你說 過去一年政府都做了很多事情 問題就是 一些企業或者市民 覺得負擔領很大 一方面經濟剛剛復償 收入又不是增加很多 另一方面那個財富 也都可能縮過水 因為市產的價格市場 過去一年都有填整 第三就是說 如果你叫我再借錢去投資和消費 那利息是這麼高 變成這些因素都解釋 為什麼過去一年 人們覺得經濟是好過疫情之前 疫情的時候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好 又不是這樣 有很多人好像都受不了 我剛才說了 第三份特首的任內施政報告 出了 其實這輪的氣氛 大家說得好很多 特別是房產市場 想問一下你 推動經濟層面上 能不能夠符合市場預期 特別在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方面 其實你認為政策到不到位 我想現在政策的方向 有點像拆場鬆綁 之前有很多措施都限制住 人們減低風險 或者不要炒賣資產 但是現在的方向 希望由自由市場去找回方向 始終一方面 資產價格正在調整 第二方面 經濟的確不是跟以前相比 都是有些距離 變成現在的方向 其實都是希望盡快 使市場活動起來 我們都希望 加上外衛環境 息口開始慢慢下降 這些因素 氣氛會慢慢改善 你看到現在的經濟 始終都有點不遲預期 疫情復常之後 部分行業都未能夠回復 疫情之前的情況 特別是中小企的困難 我們經常收到中小企的朋友 跟我們說 有些不同的措施 推出之後 當中類似包括 現場還息 不還本的措施 其實你預測對他們 有沒有很大的幫助 我想對於過去這幾年 一方面就是疫情 第二方面就是息口 還有中小企 他們承受這些衝擊的能力 比大企業少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都遇到一個周轉的問題 或者是資本的問題 我們看到其實這幾年 政府或者金管局 都做了很多措施 我們銀行業界 亦都有一些專門 針對中小企業的壓度 都批了出來 我們覺得最壞的情況 可能都慢慢過去了 因為息口都已經下調 再加上政府 都有延長這些措施 銀行亦都有措施配合 但是都要看實體經濟 究竟何時改善 才令到他們經營的環境 進一步改善 經濟環境和息口因素 對於中小企業 或者對於企業方面 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都大 因為聯儲局 這幾年的息口 由原本疫情的時候 鐵併零 去到五里以上 短短一兩年時間 加上息口加這麼多 其實的確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很大 第二件事 就是說 這幾年香港的資產價格市場 都有調整 很多時候中小企都會用他們的資產 來做一個抵押 變成雙重打擊 一方面 抵押品價格下跌了 第二方面 借貸成本又高了 變成他們的確面對很大的難關 還有中小企對於香港經濟也很重要 因為香港98%的企業都是中小企 他們僱員的人數都佔香港差不多四成 變成政府也好 或者業界或者金管局也好 他們有一些措施能夠幫助到中小企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建議 你看看銀行在這方面的態度又是怎樣 我想都是積極的 其實我們都很配合金管局推出的方向 我們一方面就是好像剛才所說 有一些針對中小企的額度撥出來 給他們融資 第二方面 就是我們都善用一些金融科技 他們可以很多時候在網上做到開戶 或者申請貸款這些動作 我們都希望能夠加快到他們的申請 其實我想慢慢都會改善 但是也要看息口 如果他們進一步下跌的時候 相信中小企的負擔都會慢慢舒緩 在今次的《星報》裏面說了著物比較多 就是國際金融發展比較多 當中也說了很多不同的組合權 希望能夠推動本港的金融經濟發展 其實這個方向你覺得這樣走下去 又是否穩陣呢 我覺得這裡都是利用香港本身的優勢 一方面就是金融 第二方面就是貿易航運 我們看到雖然施政報告好像都在說這些 但其實裏面都有一些新的構思出來了 有些新的亮點 有些新的亮點 一方面譬如金融 我們看到香港人民幣存分很多 但是出路那方面經常都被人說比較少 但是現在就不是 就是說中東的資金可以引進來香港買港股 或者人民幣那個債也會再加上發行多些 變成市民如果拿著人民幣存款的時候 他不僅是定期收息 他可以買債券甚至乎人民幣相櫃桌買股票 變成其實那個選擇是多了 其次就是說黃金那裡也是有一個新的地方 黃金交易中心 沒錯 再加上有機會將黃金納入互聯互通 變成其實這些一些新的方向 希望香港不要只靠股票市場來支撐著金融中心的地位 希望有一些新的業務或者發展出力 這方面看到基管局都立即配合 即說黃金儲存上可能都會有些新的變化 這方面都是大家互相配合的 另外大中商品交易方面 其實你看香港是否真的能夠做到一個國際市場 其實都有一個潛力在這裡 因為香港就背靠內地 內地很多時候都是大中商品一個主要的交易商 如果香港能夠協助到內地的企業 即面向著國際 即能夠有一些金融中心 即配合到內地 即我們在商品方面的交易 能夠達到一些國際的標準 再加上我們有自己的全倉的時候 相信都對他們在國際市場進行這些商品交易 都會有個幫助 柯仔剛才薛總先生說得好 我們就背靠內地 內地好我們就好 內地在9月下場推出了很多不同的組合權 一些經濟政策、刺激經濟、股市 接下來陸陸續續還會有些詳情再出 你自己怎麼看香港這邊的受惠程度 其實我們看到內地今次 一方面就是刺激經濟 但第二方面其實某程術上都針對著 他們面對著經濟的難處 就是說外圍環境都比較差 不是說高息口那麼簡單 而是地緣政治局勢 又或者一些針對內地的貿易政策 變成其實內地都要很靠內需的支持 能夠帶動經濟 變成你看到那些措施其實都是希望 除了支持房地產市場之外 就是希望利用一個財富效應 令消費能夠活起上來 對於香港來說當然有一個幫助 因為不是說內地消費好了 而香港直接受惠 而是如果內地經濟好了 再加上一些人多一些信心去消費的時候 變成香港的金融市場同樣受惠 香港的旅遊業都同樣受惠 變成間接影響都不可以忽視 我覺得是一個促進和循環 很多東西都是純亡此行 但關鍵是我們政府推動了很多大力的地區經濟 很多城市經濟 但另外一個全面徹立之後 加上放寬了一個按揭乘數 優化了一些新措施 例如新移民計劃 其實整體對於現時的經濟狀況 又起碼了很大的作用 包括樓市 我想那個方向都是說外圍環境不好 如果進出口的增長 接下來會有機會受到影響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動力的來源在哪裡呢 資產價格市場 即是搞活回去是一個方法 因為裡面都會帶動投資和消費 其二就是說 旅遊業本身都是內需的一部分 因為旅客來香港消費多了的時候 零售市道也會受惠 變成那個方向就是 在促進內需、支持內需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方法可以做得到 變成這也要解釋為何政府考慮 放寬房地產市場 或者旅遊業那裡還有什麼措施可以加碼 或者是有些方向可以想到 變成大方向是這樣的時候 具體就會慢慢有些措施 或者意見出來了 特別大家看樓市的投資前景是怎樣 很多分析都說 現在可能已經去到低位 甚至可能在低位上面 都停留多久的時間 其實這些因素主要參考什麼因素 你自己看 我想樓市一向都是說 很多因素影響 但是過去這幾年的利息 即供樓的負擔多了那麼多 而且確實令樓市的挑戰很大 這個因素似乎慢慢消退 因為聯儲局已經進入減值週期 另外政府方面的限制也減少了 變成氣氛是好做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會有一個 好像以前我們經常常常見到一個V型的反彈 這裏究竟是怎樣 這裏就難猜一些 但是我想起碼政府做的都做了的時候 相信市場都會慢慢調節 我們見到氣氛好了 外圍的息口又慢慢回落的時候 相信市民的信心都會慢慢回復 我們都希望資產價格市場不要太大上落 因為始終平衡發展對香港的經濟才是最好的 又或者像內地一樣 以往房住不炒 現在內地的房產市場都要回穩 組合權方面 對於內地整體來說 經濟狀況怎樣看呢 特別是今年我們經常說 5%的經濟生長 能不能夠補到你們的預測又是怎樣 其實今年頭三季內地經濟都4.8% 其實都很接近5%的目標 第四季我們有信心 增長會加快多一點 因為九月尾已經出台了組合權 這麼多的政策 變成第四季開始有機會會見到成效 剛才也說過了 為何它都要針對房地產的措施 除了因為房地產這幾年調整 令到內地的經濟收押之外 裡面都有一個影響消費 影響來需的元素 所以我想內地都希望刺激來需 但是有什麼方法去做到呢 因為市民加薪不會突然加多了 打工仔當然希望突然間可以加薪 但這跟現實有些出入 所以唯有在財富效應能夠幫到手 因為如果市民覺得股票虧了錢 那些房子跌了那麼多 其實的確消費意欲都會受到影響 唯有希望樓市盡快回穩的時候 對於市民的消費意欲會幫到手 展望未來 你覺得香港經濟的前景走向是怎樣的呢 我們今年看香港經濟增長到2.8% 上半年其實是3.1%左右 下半年為什麼好像慢了一些呢 就是因為基數的問題 因為去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到4%以上 變成比較基數高有少許影響 但是我想我們明年反而會樂觀些 有機會去回到3%左右 這些接近以前增長趨勢的水平 因為我們都覺得內地都會受惠刺激的政策 內地經濟回穩的時候對香港都有幫助 所以加上外圍的息口繼續回落的時候 相信明年的環境會好些 當然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假設 地緣政治或者大選之後 不會有什麼重大的事件發生 但這件事就很難估計 但是如果撇除這些因素 你說食口又下跌 政策又開始見效的時候 應該香港的經濟會是 明年比今年的機會都會有 美國大選很快就會知道結果了 幾天之後就會知道 所以大家就密切留意著 11月5日的情況 另外想看香港的通脹壓力 特別是經濟好 大家擔心會不會通脹方面的壓力會比較大 其實很奇怪 人們會經常問 為什麼外圍這麼多高通脹 香港又沒有什麼 但是某程度上這裏都是跟聯繫匯率的因素 因為聯繫匯率的因素的時候 香港的息口會跟隨美國 變成通脹壓力某程度上都受到這個因素影響 而受控制 當然也有其他因素 比如說如果你看回這幾年內地 也沒有什麼通脹 香港很多時候的進口都是來自內地 無論食品也好或者很多進口的貨物也好 變成這裏的間接通脹壓力也小了 再加上樓市的調整 香港變成租金的升幅也不是很高 變成這幾個因素就解釋 為什麼香港的通脹好像都不是那麼大 但當然可能跟市民的落差 觀感有些落差 因為市民可能一直都是市面上他們買到的東西 感受 但是如果你說整體通脹數字也確實低 我們會覺得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就算你說接下來經濟環境改善 通脹也未必會升得那麼快 我們都覺得通脹仍然是溫和 我們經濟前景 香港的先景 我們會覺得會有機會再一步改善 因為剛才也說過 全年經濟增長是2.8% 有機會明年會去到3%左右 我們覺得外圍環境 如果息口繼續下跌 對香港的企業或市民都有幫助 再加上內地經濟回穩 相信經濟活動都會隨著市面上的氣氛慢慢轉移改善 當然我們都希望多些經濟活動 推動回到我們的經濟 今天我們和恆生銀行首席經濟師薛進星談到這裡 謝謝你 剛才柯仔也說到經濟活動 下半年有很多不同的經濟活動 休息回來我們會找貿法局的朋友經濟 接下來他們會有很多活動 休息回來會詳細和你談 今天謝謝薛進星 謝謝 繼續回來都是民生無小事 柯仔也剛才我們和恆生薛進星經濟師 談過香港經濟狀況 其實經濟要搞得好 有個行業都復甦得比較好 就是那個展覽業 沒錯 我們看到展覽業 其實很多不同的朋友都來到香港 一來就是看一些不同的材料 另外第二樣東西 令到我們周邊的餐飲和住宿都起到一個正面的作用 究竟展覽業的情況是怎樣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一下 就是貿法局的副總裁張淑芬女士和我們聊一下 Hello 你好 Hello Brace Hello Wilson 你叫我 Hello 你好 Sophia 你好 Sophia 你好 Sophia上來就不如和我們聊聊展覽業 我知道你們的場景都真的很難覆 幾乎都已經爆滿了 我知道接下來你們在11月7至9日 都有一個展覽就是香港國際美酒展 其實都有不少的參展商來到 今年的情況是怎樣的 今年我們很開心 因為11月7至9日就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就搞我們第16屆的香港國際美酒展 今屆我們有來自超過20個國家地區 超過600個展商來到香港 除了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展商之外 你知道說開走一定有歐洲 所以我們有法國、德國、意大利 還有新回來的捷克和愛爾蘭 還有波蘭、丹麥、英國、白俄羅斯 美國方面都是新世界的酒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南美也有智利、阿根廷 很國際化 而亞太地區不少是澳洲的酒 也有日本、撒嘯清酒、威士忌和菲律賓 以及回到我們酒展的南非展商 所以你看到其實我們除了這些外國的展商之外 其實香港展商都代理了很多外國的酒 所以除了你說20個國家地區 其實如果你加上香港代理的酒 成40個國家地區 所以都是非常國際化 不過我們看到超過40個國家和地區 其實參與酒展都很熱鬧 其實我想問一下 其實今屆酒展用什麼相關元素 有什麼吸引的地方 真的要介紹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發現區內的消費者 對於酒類的減少越來越成熟 所以我們自己的酒展都要繼續努力 要更加努力去多元化 所以今次你看到 除了一些不同國家地區的葡萄酒之外 我們今年當然是很熱的話題就是烈酒 我們也看到很多內地的白酒 也有我們日本的清酒 也有一些燒酒 燒酒30度以上都是一個烈酒 也有福特加、威士忌 剛才說墨西哥有Tequila 即是龍士蘭酒等等 當然不要忘記 就是我們都很喜歡喝的啤酒 這個都有很多 甚至是手工啤 都會在我們酒展出現 今年我們還想介紹一下 除了酒之外 也有一些叫做酒的美食 我們英文叫Friends of Wine 一會兒再說一下 不只是芝士火腿或果仁 還有一些新的 這些是最傳統的 是最傳統的 我想特別推薦 因為始終很多市民會聽這個節目 我想說就是我們在酒展的貿易推廣之餘 我們會在最後一天 就是11月9日星期六 大家留意 就是會開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進來一個專區 就是叫Wine Fiesta 這裡我們七成的展商 都是歡迎我們的市民參與的 當然你要買票入場 還有18歲以上 因為我們希望已經成年的人才進來品酒 今年美酒 我們特別有一個叫做新的項目 就是Sommalias Pig Sommalias就是市酒師 香港其實有二百多個 我們精挑細選邀請了三位 其中一位 Alice Troy甚至在國際的一些比賽裡面 成為我們華人之光 是第一個拿到三甲獎的華人的市酒師 那他們幾位 就包括了Carleto Chiu 和Arnold Bardery 他們就會推選一些自己覺得是特別的酒 剛才說的不一定是葡萄酒 其他酒都可以 我們就會將他們選了的酒 就會在酒瓶上面有一個特別的標籤 就方便我們的市民朋友看到 這個就是Sommalias的Pick 就是我們市酒師的精選 也可以讓他們看到酒的背後故事 為什麼他們會選這類酒 讓他們選擇呢 也可以提高市民朋友 對於酒類的認知文化背景 和它的特別之處 為什麼會這麼欣賞呢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喝酒一定是不好 其實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品酒 就是說能不能夠多一些的形式背後 和價位為什麼有點高有點低 其實都是一種的分享 而且都是一種投資的商品 沒錯 Brace 你說到貿易那邊 就是說有很多投資者 也都是對於我們一些葡萄酒 或者烈酒 都有這個興趣做一個長線投資 所以這一類我們都是百發齊放 除了我們說市酒師的精選 其實都有很多很特別的地方 我會想問 活動方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其實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其實我們有三個Master of Wine 就是叫葡萄酒大師 對比一下 譬如內地市場這麼大 據我所知都是只有五位 所以我們香港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其中有兩位葡萄酒大師 都會在我們的展會 會主持一些特別的分享會 譬如第一天 就有Jennifer Docherty 她就會主持一個品酒的分享會 很特別的地方是萬品 就是Blind tasting 其實是針對業內的 因為有很多買家 可能她都要提升自己的品酒能力 所以這次就會有Jennifer來幫忙 對業界來說 其實都可以多加參考 是的 沒錯 另一位葡萄酒大師 Debora Myberg 她在我們第一天 也都主持一個很重要的葡萄酒行業會議 聯同有很多重量級的嘉賓 今年主題就是探討一些C世代 即我們叫Gen Z 即是最新的年輕人 和一些千禧世代 對於酒類的消費趨勢 和一些外號是怎樣 這個對於未來的 未來的 未來的部署很重要 沒錯 消費者的口味很重要 同一天也有Debora有份創辦的 這個國泰香港國際美酒品瓶大賽 2024年度的頒獎禮 這頒獎禮很重要 因為都是去acknowledge 即是去認受 去表揚 表揚我們業內裏面 即是被我們的專業人士選出來的酒類 所以都是一個推廣活動 另外展會第三天 因為與眾同樂 因為那天是星期六 Debora都會繼續留下 為大家舉行一個氣泡酒的研討會 因為現在很多人覺得 這個氣泡酒 都是引起很多關注的 講到頒獎禮 其實也有很多場國際比賽頒獎禮 在我們的美酒展的三天裡舉行 包括由第一次由Time Sommelier 舉辦的和酒大賞 是針對日本的 會有一個新增的活動 另外One Lux這個雜誌 也舉辦了2024年 在我們第二天 就是有香港十大配酒餐廳的頒獎典禮 因為剛剛說 現在我們區內的消費者 是越來越成熟 所以這個paring wine pairing 即是什麼酒配什麼食物 都是很受關注 所以Wine Lux舉辦這個活動 是非常好 另外在業界比賽方面 我們今年繼續有香港國際的調酒大賽 2024 今年除了香港區的準決賽 Day 1 7號舉行之外 還有新增中國的大灣區決賽 Day 2 就是8號舉行 一聽就知道 除了香港參賽者 也會邀請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精英代表 他們在現場會調製各式各樣的雞尾酒 展示他們的一些特色 技術 甚至他們自己的態度 所以當日我們更加厲害 就是請到我們在內地 在各個花式調酒大賽裡面 獲得全國總冠軍的王女先生 都會親自到場 為我們有一個精彩的花式調酒的表演 剛才你特別提到內地方面 其實知道內地對於酒的市場方面 發展都很迅速 很蓬勃 新興的一個國潮的酒 就越來越受歡迎 今年內地的參展商 其實參與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有什麼特色的產品 內地真的很踴躍 因為今年我們看到的數目 內地的參展商 其實是增加了超過百分之二十幾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很重的份量 而他們不少是之前都有來的 例如寧夏的酒 例如新疆都有出產很多酒 另外山東的蓬萊 也有四川的酒 今年可能備受關注的就是白酒 因為始終高端的烈酒碎 放下降低也是有影響 貴州大家一想就想茅台 其實今年貴州都有其他的酒 例如他也帶了一個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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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因為我在記者會也親自品嘗過這款酒 是雲南的紅酒莊 它用了稀有的葡萄製成了一個雲南紅 其實那張酒的名字很特別 叫雲中母 我自己喝完後都發覺很豐富 如果你說我不知道它是內地來 我也覺得有法國酒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們內地的酒是越來越美 而且越來越成熟 今年展會還會帶來一個山西以高糧為主要的 一個釀酒的原料的一個叫糞酒 這個酒也是中國傳統的名酒 我回看它的介紹 它的色澤很清澈 它的香氣很芬芳 也屬於一些清香型的白酒的典型代表 所以其實內地的酒都是很豐富的 而且都是多樣化的 Grace剛才副總裁說了 其實是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酒商 你也知道其實特區政府也說了 就著那個施政報告提出的烈酒稅 就是有些調整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副總裁 這次展覽裡面 其實烈酒商參與的比例是多少 剛剛你也說了 因為我們最後一天有兩點 其實兩點為何能夠做到與民同樂 烈酒方面我們很開心 看到特首在施政報告裡面 因為都很回應業界的訴求 因為我想不是一個短期的商討 也是一個時間很長的商討 所以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提出 就是定價入口價200元 就是港幣200元 就是港幣200元 樓上的一些烈酒類 就可以將它的稅率 由100%下調到10% 是一個很大的調整 對業界來說 的確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看回其實2008年的時候 特區政府也是在葡萄酒稅方面 是一個全面豁免的 就是免了酒稅 然後那兩年你也看到 是帶動到香港作為一個葡萄酒交易中心的地位 以及在拍賣方面 因為高端的葡萄酒也是一個投資 你也看到我們香港經過洗禮之後 都成為了全球是Top 3的一個拍賣葡萄酒的中心 所以稅率的調低是直接影響到 就是帶動香港作為一個貿易平台的商機 當然這次不是全面 也是分兩個階層 我們都覺得是好的第一步 因為始終我們譬如貿易發展局 搞這個酒展 目的都是貿易商貿為主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強項 有酒稅調低的配合 其實香港的強項除了一個銷售 因為我們始終市場很小 就是七百多萬人口 但是作為一個貿易平台 那個力量就很大 因為我們無論是建的倉存 我們在物流方面 以及我們集散中心的地位 甚至是剛才說的拍賣 我聽到一個拍賣行已經表達 是一個正面的迴響 因為覺得高端的烈酒 對於一些投資者是很吸引 所以方方面面可以幫助我們推廣香港 成為一個高端烈酒的酒類貿易 與其這類的烈酒 其實接下來的佔的比重會不會加大 就這樣看回我們的酒展 我們粗略看看 就是六百多個展商裡面 其實已經有超過四分一 都不少 接近八分二十五 都是有carry 有賣烈酒 當然有些酒商是種種類都有的 有些也都很單一 例如蘇格蘭尼那些 可能真的專門是威士忌這一類 都是幾多元化的 我們覺得這個數字很鼓舞 當然我們也都隨著這個烈酒稅 高端烈酒稅的調低 我們都是特意在酒展裡面 都做了很多相配合的活動 例如我們有五十幾項活動裡面 其實都有超過十場 都是百分之二十 都是跟一些烈酒有關的活動 例如第一天已經有一個雜誌酒經 很資深的酒評家和總編劉老師 劉智新先生 他主持一個研討會 專門帶著專家一起分析一下 香港這個烈酒市場的回顧 我想這個是很專業 以及看回到展望 這個當然一定會提及高端烈酒稅的調低 對業界的影響是怎樣的 當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對於貿易的推廣 和酒類市場的集散中心 都是有一個正面的效益 我們也看到中國白酒 也屬於烈酒類 今年除了他們帶來一些新的品種 或者一些傳統 但未經很大力推廣的品牌 我們都會幫他們做一個推廣之外 不要忘記還有一些 譬如日本的威士忌 其實那個追求都很高 因為他們產量少 但是那個價格比較高 也都有捷克的展團 不只是啤酒的捷克 也都有這個烈酒 亦都有其他多款的烈酒 都會放在我們那裏做市酒會 變成商界的朋友都可以來參與 而Whiskey Magazine 亦都第一次在我們的美酒展裏 舉辦一個Hong Kong Best Spirits Award 裏面是一個烈酒的評審分享會 所以這些活動都很襯托到 高端烈酒稅減低之後 有一連串帶動它的活動很好 當然這一連串的活動 就會在美酒展裏 都大家可以參與到 尤其是最後一屆開放給公眾 大家可以把握這個情況 另外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說的 貿法局方面 推動很多不同的展覽 其中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其實你自己看現在展覽業 復蘇的步伐是怎樣 很有趣 看到有高有低 因為剛剛我們去年 口罩令一撇除之後 其實那半年是 噴噴聲上 我相信我們業界的朋友都看到 我們去年二三年的珠寶展 剛剛脫了口罩 已經是水事不通 很多人過來 四月份也是 四月份我們的電子展 燈展等等 一直到九月 其實是非常反彈得很快 回升得很快 有些甚至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看回全球經濟環境 就在去年九月開始 就看到有少少的緩和了 因為也有很多 你看到是geopolitics 也有很多戰事 地緣政治因素 是的 地緣政治因素 真的會有些影響 加上中國內地的經濟情況 因為香港是外向營 所以有些什麼 有什麼風吹草洞影響到 對 風吹草洞 你說得很好 我想說有什麼意欲 都會很影響貿易環境 雖然這樣說 我們下半年 十月打後去年 和今年上半年 其實都不錯 因為你看到我們一些 比如玩具展 或者我們今年三月的珠寶展 四月份的展覽 其實成績都是相當OK的 當然我們想更好 但裏面的因素很多 除了我們本身的努力之外 我們因為是國際展覽 很多配套都需要一起去發揮 現在還有哪些配套還未回復 在疫情期水平呢 特別是我們說 航空運力方面 其實是否還要多加幾下努力呢 其實Grace你說得很對 一語中的 前幾天其實運輸局局長 林局長都有提到 林西洋局長 他都有提到 國際航班來香港 未完全百分之百恢復 雖然都是七七八八 我們當然希望盡快能夠恢復 因為始終帶到我們國際買家 直接可以來到香港 特別是那些直行 方便很多 是啦 Direct Flights 可以方便很多 讓他們也節省很多時間 可以直接來到香港 很開心 酒店方面都是很配合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 跟香港很多不同的酒店 有長期的交往 譬如我們最新的展覽 我們都有大型的展覽 譬如現在正在開燈 剛剛過去的十月份的展覽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多 四十多間酒店 譬如我們都有跟他們合作 十月底的展覽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會展其實真的有很多人 大家可以看到 逼得很厲害 但也是好事 我們那個酒店業 都提供了很多優惠 譬如整個範圍可以低到 是peak season 低到七百多元的房間 去到四千多元 我們都有客人會要的 因為不同的客員 所以為什麼mice會展業這麼重要 帶動經濟 因為很多是公司客 當然有些是中小企的老闆 所以是各式其式 他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有選擇 有選擇的話一定是好 我們都很開心 幾家航空公司 都是非常幫忙 譬如我們國泰的航空 聯合航空 大灣區航空 和阿聯遊航空 有很多中東客 他們都有提供不同的優惠價格 給我們的展商和外國的買家 可以從8%到25%不等 就是飛機票的優惠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很配合 大家一起去做 餐飲業我們看到 大家都覺得現在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都是有些挑戰的 當然我們希望有來有往 大灣區居民會下來香港 亦我們香港居民可以上去 所以我們希望會展業 帶動食肆 多些人來幫襯我們 來到香港 都要住上幾天 希望可以幫襯多些我們的餐飲業 我們都推介多些 除了灣仔區 銅鑼灣金鐘 甚至中環之外 其實搭架船過尖沙咀 其實都很方便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酒店 都會推廣尖沙咀一帶 甚至是佐敦 各式其式 我們都希望 盡量給多些不同地區的經濟 都可以受惠 即是給到人頭 亦都給到銀頭 最關鍵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促進我們的就業情況 沒錯 總之最重要是人流也好 又旺 人丁丁才兩旺才是最好的 今天我們先跟Sofia聊到這裡 謝謝貌法局的副總裁張淑芬女士 謝謝大家 謝謝